在週三晚間 藍綠白的候選人 他們全力衝刺 都在搶選票 因為各方台灣大陸還是有各自的立場 跟政治制度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週三在彰化舉行造勢晚會 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也在下午陪同立委李柏毅 車隊敗接掃票 熱情的民眾紛紛出來迎接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則是在基隆舉辦造勢大會 進入聖王宮廟拜拜祈福 廟外擠滿了民眾 在演說時也點出現在年輕人遇到的難題 柯文哲直言現今社會 最嚴重的是沒有希望 以前願意努力就能成功 現在卻要靠父親 直言台灣人需要一個 能夠讓人民信任的政府 需要解決問題的人 記得綜合報導 好 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日前才剛剛大動作有召開過記者會 抨擊特定的媒體幫政治人物擦肢抹粉 柯正營呢 包含柯文哲等人也都數度提到了遭到媒體封殺 不過呢民眾黨前秘書長謝麗公就說了 如果真的被封殺了 早就看不到民眾黨的新聞 因此呢他呼籲黃珊珊不要因為特定的媒體就扣所有人封殺的帽子 這個就是在帶領全黨往敗選的懸崖衝 拼選情柯文哲車掃隊伍回到新北三爐 人氣爆棚幾乎行經每條街道都有支持者搖旗舉看板 車掃隊伍旁邊也在線小草灘食蛇機車隊 不過被比倒贊的次數也是最多 選戰倒數最後關頭藍綠白掃街造勢拼人氣 自然是關注焦點 媒體排隊擠租載車的畫面也再正常不過 但柯文哲跟黃珊珊等人卻從過去就不斷強調被傳統媒體封殺 甚至黃珊珊還大動作召開記者會抨擊特定媒體 這讓民眾黨前秘書長謝麗公痛批 不要因為特定媒體就扣所有人封殺的帽子 帶著全黨往敗選的懸崖衝 我們用詞千萬要注意 我覺得用封殺是很嚴重 如果真的是封殺的話 那不是民眾黨任何新聞都看不到嗎 其實我們也不太喜歡去碰媒體 但是我覺得這樣 這也是國家的一個危機 財團賺了錢就可以去買媒體 然後可以來捧這些政治人物 事實上柯正營為了打破傳統框架 嘗試用KPTV和自媒體 也發起小草白紙運動等等 用全新的方式打選戰 但刻意塑造媒體對立實在沒必要 柯P所得到的資訊 不應該是被篩選過的資訊 不應該是被操議的資訊 柯P又聽到完全真實的 然後也展現真實的柯P 才能在最後這幾天 贏得多數人選民的認同 柯文哲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不外乎就是不要用短期利益 犧牲長期利益 柯正營塑造與媒體對立 固然能激發支持者情緒 但操作過頭煽動仇恨 恐怕也與自身的核心價值大相徑庭 另外這個是粉專爆料說 桃園市議員退役少將于北辰 疑似索取了官兵的email等等的個資 並且有寄發拉票的文宣 退役少將栗正傑將軍就說了 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 國防部應該要趕快處理 侯康競選總部也要趕快有動作 這件事情我覺得國防部 真的是要趕快來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你為了維護我們國軍的形象 我們國軍從以前開始就被教育說 我們軍人要中立 尤其是民主國家的軍隊 一定要中立 你今天如果說有軍人去營區裡面 從事政治上的這種拉票活動的話 是被人家所不辭的 包括美國軍人 他們都不應該做 也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更何況我們是台灣已經被教育這麼久了 那你怎麼會容忍一個軍人 退伍的軍人回到營區去拉票 我跟你講 他們這個事情我在這邊講 第一個 我在這邊呼籲國防部 你要趕快重視這件事情 趕快去處理 第二個侯康競選總部 你們自己也要發生這件事情 你趕快去靠北 展觀那個網站上面去看 其實很多篇很多篇 今天我們提出來了 只有其中一小個部分 甚至於連那個 這個余北辰自己的相片都在上面 上面寫了很多話了 就是說 總而言之就是說 他已經退伍了 但是很懷念炮責 這個國民黨從來都不照顧軍隊 從來都是這個破壞國軍形象 民進黨對國軍多好多好多好 然後大家這次要支持賴清德 然後很嚴重的 很多人很多人在在講什麼 就是軍中的長官叫他們填自己的個人資料 然後他就莫名其他填了以後 他就莫名其妙自己在手機上面 接到這些拉票的簡訊 拉票的簡訊傳到這些簡訊 我覺得侯康競選總部 你們趕快要動入這件事情 趕快選 而且這些幾個單位 他們這些投訴的人 只有一個是民政言順的寫五四兩旅 還有一個寫個天上打雷部隊 為什麼他講天上打雷部隊 因為那個部隊五四兩旅的標誌 就是一個閃電的標誌 它就是一個閃電的標誌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單 還有一個人投訴的人寫說 這個湖口 這個湖口的那個部隊 所以他們沒有指名 只有一個人指名 多少姓是五四兩旅 那五四兩旅是什麼呢 是余先生 余藝元 當旅長的時候 最退伍的那個單位 所以這個單位 他就說他們利用 他以前在軍中的長官部署關係 去從事這種拉票的活動 我覺得這是嚴重的違反軍人 非常非常嚴重 這要法辦的 這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如果它們要呈現的話 有推薦碰面 不停一下 我忘了 如果它們有阿滴 就買到哪些 不停一下 就買不停一下 撈空 黃金 黃金 我沒有 那麼可以